來 從一名軍人到一名職業拳手 年近三十的周志鵬 已經在自己喜愛的拳擊擂台上 摸爬滾打了十多年 軍人的意志和品質 造就了這名鄉溪漢子 不比強大的毅力和耐心 封閉式訓練 周志鵬也是教練的重點培養對象 你必須學習的距離 距離在隊伍的位置 讓你打擊 每個人都知道 Buaqao會帶來的拳擊 他世界上最困難的拳擊 Zhu有很棒的競技 所以他會成為競技 對競技 正處於自己拳擊生涯狀態 最高峰的周志鵬 歷史性打入世界第一戰力格鬥賽事 K18強 在他看來 這只是自己邁上世界拳坦頂峰的第一步 擅長快拳重擊的他 將擊敗心中偶像波球 作為自己的目標 如今每天訓練之外 反覆研究波球的比賽視頻 已經成為他備戰的重要一項 他踏上這個搏擊這個擂台的時候 我就想過 就有種預感 哪天會跟他交手 打法什麼的我非常清楚 我訓練我都會根據他的特點去做針對性的一些東西 用自己的必殺技牽制波球 周志鵬的訓練重心也放在了與對手全台距離感的控制上 我自己節奏 讓他跟著我節奏走 對 始終打亂他的節奏 然後用我的快 用我的速度壓著他 波球 我要讓你嚐嚐我拳頭的厲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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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